一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,将困于人生最大的陷阱,人人都有自我、身体、思想、财产、名誉、地位等等。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,不仅要为自己活着,还要替他人着想,就会变成诅咒。 二、过分在意别人的眼光,将葬事自我,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可是许多人偏偏喜欢按照别人的眼光和说法生活,就像预言中那个爬单宣布的人一样。 这种人将葬事自我,个性及其所能带来的一切,本色最美,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去说吧。 三、至于身者天机浅,万物往往丧至,贪欲难免败身,故今以嗜好和贪欲深入家房的事太多了。 当今世界,热心热意,心生事物,层出不穷,如不以事业和修养为重,随时都会陷入可怕的危机。 四、骄傲如满月,日见亏缺,谦虚如心悦,日见圆明,骄傲的人,总以为自己有学识,有能力。 然而骄傲的真正原因是无知,请记住列夫托尔斯泰的巧遇,如果把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比作分数值,那么他的自我评价就是分母。 分母越大,分数值就越小。 五、善战者,礼于独败之地而战,任何人都渴望成功,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。 然而,临约现局,不如退而结枉,临时抱佛脚,不如平时多烧香,只有在提高自身素质的基础上才遇竞争,这才是名剧的做法。 六、缺乏自治力的人,百无一成,你敢戴起镣铐跳舞吗? 文艺多先生把诗笔做戴着镣铐的舞蹈,是耐人寻微的,不能设想没有规则的游戏,也不能设想没有控制的言行,只有在规则和规矩的控制下,一切才会美好。 七、不能超越自己,便无法超越别人。 人对了,世界就错不了,一个人能否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战胜对手,赢得一席之地,决定于能否战胜自己,而比至于战胜他人,战胜自己是一个更大的难题。 八、交友是人生重中之重,关乎一生成百,有益对于人生的意义,大概怎样夸张也不过分,有太多的人因为朋友而决定了一生的命运。 八、是这一点,是自由,交友的话题,万古长心。 九、送花的人周围满是鲜花,种子的人身边满是荆棘,这是一个怎样带人更有利于自己的问题,答案非常简单。 善待他人,最终有利于自己,而与人为恶,会陷自己于万劫不复的境地。 决定于自己,而生,没有足够的气量,便没有做大事的规模,勿求理解。 只要宽容,与其斤斤计较,不如一笑致志,尤其不要试图改变他人。 望开一面,也许会四方来归,披颈斩席,不如绕过去,和乐而不为。 十一,善于把握人性,才能赢得人心。 十二,语言的力量,足以倾倒是人,前此历史上的一切群众运动,都是由于语言的力量。 这就是语言那呼风唤雨般的作用,它岂是我们?语言就是力量,它足以征服人心乃至一切。 十三,独立独行,难用是,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多数主宰的世界上,全力是多数赋予的。 明星是多数捧红的,富翁是多数养飞的,而多数的实质却是平凡,在多数可以否决一切的情况下,还是和光宇晨一样,与大家打成一片吧。 十四,反复无常的人,众叛而亲离,身处变幻无常的现代社会,改变追随对象或合作伙伴的机会大大增加。 然而中国人特重忠义,那些跳槽者往往会被看作叛徒,脚踩两条船也会被看作反复无常的人,忠义并不等于暴残首缺。 怎么办呢? 十五,积极万事可来。 秀极一事无常,天下是无非三种情况。 不可能成,不可能不成,可能成可能不成,绝大多数情况属于第三种。 因此积极或秀极成为事业成百的决定性因素。 如果说城市在天,那么你的心态就是老天的旨意。 十六,躺在床上上不了路,计划可以在实施中马上,条件可以靠创造去成熟。 等待万事具备,只能是计划开死腹中,要远航就不可能没有风险,也许最大的风险是等待,最稳妥的办法是干起来。 十七,善于借助外力,事业才有支点,还记得阿基米德的话吗? 给我一个支点,我可以翘起地球。 人的天性虽然有自私的一面,但也乐于相助。 只要你有一幅美丽的蓝图,它是最好的摇钱术。 十八,钢琴不容第三只手,弹钢琴虽然必须十个指头都动起来,但是绝对不允许有第三只手的接入。 同样,自己的事情必须自己做主,对彻褶败事的第三只手。 一要小心预防,二要严正警告,如果还不缩回,就果断地斩断它。 十九,工作专注与事业之成功成正比,业精于情而荒于心是一条铁律,专心工作的人才能走向成功。 越能专心,成功就越大,正如寻死所说,隐无找之力。 筋骨之强,上石而吐,下瘾黄泉,用心一叶,系六贵而而熬,飞蛇善之学而无可寄托者,用心造也。 二十,致命的失败,决定于微弱的劣势。 你知道吗?光荣的成功者与可悲的失败者之间,其实只差一点点,一个球的比分是已输掉一场球赛,百分之一的次品足以毁掉一个名牌,所以绝不能忽视微弱的劣势。 而要力争的决定性的优势,二十一,被失败几百,才是真正的失败,每个人都要经历失败,或迟或早,这不是不祥的预言。 上帝的学校是不允许缺客的,世界上没有一般风水的事,旅败旅战是走向成功的唯一途径,所以真正的成功者,只能是那些历经失败而精神不倒的人。 二十二,成功的秘诀在于更智慧,而不是更辛苦,人们总是强调吃苦耐劳,一分耕耘,一分生货,为什么一定要吃苦,为什么不是图一一二分的耕耘? 去赢得十分的收获,知识经济时代,即智慧经济时代,与辛苦劳作相比,智慧更有含心量。 二十三,一条路走到头的人前景黑暗,并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,也没有一条永远正确的路。 前进越快,离成功越远,最好是一面前进一面探索,发现错误,坚决纠正,绝不在错误的道路上多走一步。 二十四,做大事不可惧小节,远行的人不能让曼腾缠住双脚,做大事的人不能因小节而停步。 至于小节,壁坏大事,当整体与局部,利益与道德,理智与情感发生冲突时,不仅要持大体,民主刺,还要有壮士断腕那样的果断和坚韧。 二十五,全身力气,不可是人,战士的剑只有在血光中才能看得见,全身的力气一旦暴露,你将在剑拔出来之前倒下去,永远倒在悔恨的血泊里。 二十六,善战者,必求之于是,聪明人做事注意用事,而愚蠢的人却直接用力,用事可以四两波动千斤,用力却如与千斤之力相抗衡,难上加拿,所谓英雄道实实。 只有在善云幼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,所以孙子兵法说,善战者求之于是,不择余人。 二十七,挑战极限,当心物极必反,极限是可以挑战的吗? 否,从来没有人突破过真正的极限,那些成功的挑战者突破的,不过是一些较大的障碍而已。 真正的极限是不可逾越的,挑战极限的冲动中,潜藏着巨大的危险。 还是适可而止吧。 二十八,智者不无双刃剑,大凡智盛的利器都有伤己的危险。 然而在利益的诱惑下,有人却舍不得离开这种双刃剑,于是脚下忽深忽浅。 心头是明十二,前突变得扑朔迷离。 智者从来不无双刃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对于关注冲。 在这篇期间,我们接触冲进行资讯便宜。 说明有没有。 最后,我们接触冲进行资讯。